我給你一次給我 對呀 你不要經常都這樣 這些魔術師都是很煩的 對呀 你要想一下 因為我自己一向都覺得 鑽石是有一世紀最大的智商稅 你有沒有買給老婆 都要買的 BB 你之前說想去旅行 但拿不到價錢 嗯 我準備了一個驚喜給你 就是 ServeSup VPN ServeSup VPN是世上發展最快的VPN品牌之一 不同國家的人上網訂酒店、機票 價格都可能會不同 去旅行之前可以使用ServeSup VPN 就可以避免價格歧視 避免對航班、租車、住宿和其他網站進行價格差異 這個帳戶就可以連接所有裝置 還採用市場上最頂級的加密技術 來保護你的網上足跡 讓你可以放心連接其他WiFi ServeSup VPN的POMO Code 馬上有17折 即是83%OFF的優惠 以及可以免費享受3個月的額外接口 BB 你真是 我孤行呀 我最喜歡你孤行 划算的嘛 17折 正 買完全家 Yeah 一個全家用 對呀 呃 正 又是你這個暴露智商的系列 不會…你第一集就成為我們 第一個一看一眼中的朋友 所以這次我覺得都是給你一個機會 報仇 證明自己 挽回一下我的聲譽 沒錯… 沒錯 這次是尼福祥的 但是你找到秘訣嗎 因為得出上次的結論 我終於知道 越無可能的答案 就是那個答案 謝謝 喜昌 謝謝上一集非常厲害 對呀 變成一個拳頭塞在我的口裡 OK 我覺得這次是最厲害的 這集的決勝繼續找到你 首先我問一下你才談談 12月25日你知不知道是甚麼日子 你生日 差不多 不是不是 平安節 聖誕 是不是聖誕 24日是平安 是聖誕節 OK 糟了 我已經輸了 我照這些女性暗示 你知道那是甚麼日子嗎 對呀 你生日 對呀 我試試 別吵 好了 聖誕節 好 以下哪一位人物 是12月… 等等 等等 我再說一次 以下哪位人物是12月… 嘖 抱歉 以下哪位人物是12月25日出生的 A 香港演員和歌手葉德恒小姐 B 耶穌 C 張學友 D 以上皆是 我怎麼知道 怎麼知道你不知道嗎 耶穌 12月25日你覺得是甚麼日子 耶穌是不是12月25日出生的 不知道 你覺得呢 是 你這麼多年的12月25日 你興奮甚麼 放假 興奮放假 有人興奮放假的嗎 葉德恒是誰 葉德恒是香港的一個演員和歌手 有看過是屠姐 柳德華的 噢 然後或者是法骨龍魚千年蟲 有沒有看過 沒有 做法骨龍魚媽媽 我會知道他幾年生日的 這個答案 以上街市好像也很吸引 以上街市也挺吸引 以上街市是一個日本人 我想選擇以上街市 因為我認識他 你認識誰 我認識以上街市 你認識他嗎 對 我認識他 他做甚麼 他平時都是拍Vlog之類的 真的做得很好 OK 非常好 糟了 我真的想選以上街市 但耶穌應該不是那天出生的 那12月25日是甚麼日子 聖誕節 聖誕節是甚麼 大家… 那為甚麼叫聖誕節 以上街市 確定 確定 為甚麼 我覺得你應該會特地找一個 三個人都是一樣的 不是 耶穌是不是25號 不知道 還要讀那些天主教學校 信耶穌 耶穌我信你 德榮先生 沒錯 你最後答案是 以上街市 以上街市 沒錯 我給你一次機會 噢 這些是錯的 我給你一次機會 你這個題目真是… 怎樣 坎正題 正路應該都是選B 我又真的不太熟悉 熱得閑小姐和張學友先生 是對的 我是覺得陷阱題 對 全部都是陷阱題 B 耶穌 確定 確定 為甚麼 耶穌肯定是聖誕節 甚麼是聖誕節 不就是他在那天誕生 是嗎 但你不會覺得有其他人 會這樣跟耶穌同一天生日 我也知道 但我先答我確定那個 這樣起碼沒有那麼… 對… 好的 最後答案是… B 耶穌 最後答案是… A 葉德閑 為甚麼… 為甚麼 因為你要問葉德閑媽媽 你也問我 我會說為何耶穌不是25號出生 我還是選擇最熟悉的耶穌 耶穌你最熟悉 聽得多 你聽耶穌比張學友更多 可能是 我的天 大哥, 我跟你甚麼年齡不差 你也對 就憑你這句 最後答案是耶穌 是 好, 正確答案是… A 葉德閑 是 謝謝 誰是葉德閑 葉德閑 你不得閑 葉德閑 你今天有空來拍攝 張學友 張學友 最後答案 啊 張學友 張學友, 你堅持自己的答案 OK, 非常好 正確答案是… A 葉德閑 為甚麼你會覺得是張學友 我猜而已 為甚麼不猜葉德閑 葉德閑, 你放第一 我覺得你不一定放第一 因為張學友, 我想放下去 因為我挺喜歡張學友 葉德閑, 我正常不會放葉德閑 你不會給那麼簡單的問題 或是反反邏輯 防人就特地問那麼簡單的問題 或是反反反邏輯 有可能 那就以上解釋吧 Cone, 你覺得葉德閑, 耶穌和張學友 都是十月二日沒有生日的 但耶穌應該不是 那葉德閑呢 葉德閑 你覺得葉德閑是十月二日沒有生日 但耶穌不是 因為我哥哥有很不得閑 我猜我們今天問這條 我選了葉子過來 然後… 加油, 我沒有空 你是撞的, 是嗎 是 OK, 正確答案是… A 葉德閑 他葉閑了 好 你們暫時第一個答對 是嗎 有人答張學友, 有人答耶穌 但沒有人答越閑 因為他們那天沒有空 可能是, 所以你一定會有空 對, 一定會有空 這樣也挺可憐 有空, 好的 第一題又做了 有些料到 難道他又是那些… 那樣像我反超性 真的 而且你猜對了, 耶穌呢 很多耶穌是十月二日沒有生日 原來不是 是 暫時沒有人知道是哪些 但我們也不想知道 我也不知道 葉德閑 為甚麼 直覺 女人的直覺 因為麗珍很喜歡這個演員 所以他就值得是聖誕之差 沒錯 最後答案是A 葉德閑 是 正確答案是… C, 張學友 甚麼 說笑了, 是嗎 A 是, 麗珍的 是, 麗珍的 是, 這樣也被我震了 所以女人的直覺很重要 阿智也是經常去旅行的 是 有去過甚麼柬埔寨嗎 沒有… 這個地方這麼敏感 不, 純粹因為吳哥佛 你知道是哪個嗎 吳哥佛不知道 吳哥佛就是假曝 好的 有聽過吳哥佛嗎 沒有 吳宇菲有聽過嗎 有 吳宇菲的吳哥佛有聽過嗎 沒有 吳宇菲有首歌叫吳哥佛 你沒聽過就沒辦法 但問題就是吳宇菲的吳哥佛 作詞是誰 不難減 這個應該不難減 A, 林直 B, 黃偉文 C, 林若寧 D, 林逸熙 我應該收回碗才說不難減 我覺得應該挺難減 為甚麼 在我印象中 除了林逸熙先生之外 其他三個幾乎是包攬了 十多年前所有情歌的歌詞 林逸熙也有多歌 可能你沒留意 我沒留意 可能因為留意錯 我看到林字 就已經當成林直或林若寧 對… 王偉文 王偉文 最後答案 是 為甚麼會選王偉文 只是猜 我給你聽一下 A, 林直 B, 黃偉文 C, 林若寧 D, 林逸熙 你看這個答案 會否找到甚麼玄機 姓林的 有三個姓林, 一個姓黃 所以就是選王那個 你確定 是 最後答案是王偉文 是 正確答案是 C, 林若寧 有甚麼提示 就是那個姓黃的, 不是 好的 你的嘴巴是甚麼 C C 是, 林若寧 林… 林若寧 若寧 你不叫名字 也不知道為甚麼要選C 因為他的名字很有年代感 很有年代感 好的 所以你最後答案是C 是 正確答案是 C, 林若寧 那個時期的歌 Wyman Wyman 最後答案 Wyman 好的, 正確答案是 C C, 林若寧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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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是Wyman 因為那個時期很多歌 都是林直、Wyman 很多歌 很多歌 但不一定全部 撞一撞 撞一下吧 我選A, 林直 最後答案 A, 林直 正確答案是 C, 林若寧 應該不是林直 林若寧是很熟的 因為他也作很多次 那, 林若寧 林若寧, 你有聽過他甚麼作品 很熟的 他是之前一百毛的其中一個老闆 也有很多作品, 很好聽 那C 林若寧 是 你知道林若寧是誰嗎 誰 正確答案是 C, 林若寧 我的天, 這題竟然會中 現在有多少錢? 有多少錢? 今天我靠直覺的 我不是靠理性 我的天 好, 這個也很簡單 你像一個結過婚的男人 是 你求婚的時候, 有買戒指嗎 有… 也要的 也要的, 好的 這就是最大的鑽石原石 你叫甚麼名字,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叫非洲之星 那它有多少卡呢? 應該是98或97 非常好 你大概有一個概念 為甚麼你會知道 因為我記得之前看過一本書 所以說世界上最…鑽石 到最盡都只是去到98或97 那本書是甚麼 我忘記了 可以丟掉就行了 好, 你說 我們先看我們的選擇吧 A, 106卡 那本書完都可以燒掉了 好的 B, 1106卡 C, 2106卡 D, 3106卡 靠鼓勵 你可以判斷、推斷一下 平時你見人們結婚 可能是一卡、兩卡 即是它還在那個地方嗎 不, 它被人切開了幾份 即是它經過切割、打磨 已經分成了幾粒 其中有一粒 我忘記叫甚麼名字 就是在英女王的拳杖那裡 它是五百多卡 即不是A 我亂打開 是呀 是呀, 不知道不是A 不是呀, 它的氣 是呀 被它塗出來 A 確定, 為甚麼 通常人們會說最大的數字 但我就猜過一個最小的數字 為甚麼 因為越無可能的答案, 越系答案 即是你那個 雖然它是最大的轉型結尺 是, 但是可能那個數字是最小 是最小 哇, 這個邏輯 你有點思維很恐怖 最後答案是A, 1806卡 是呀, A 這個答案是D, 3106卡 反完再反 會沒有人反過 啊 你覺得它是最大的還是最小 我知道你應該會選出一個最小的答案 是的 只是越無可能的答案 你可能想到我太壞了 你絕對是 我絕對不是 這個上次的經驗 你竟然拿阿盛來做這個題目 我已經看清楚你的人 哦 你拿阿盛來 你只有一個年齡 哦 明白 我已經被你服了一試 其實在我眼中這四個選項 是差不多的 但買起來就不是 當然了 因為我自己一向都覺得 鑽石是21世紀最大的智商稅 是 完全認同 我真的覺得這塊石 你可能到達氣 血鑽 血鑽 你驟人們多慘 你知道嗎 你們每一位女士要求求婚 過得大鑽石 背後有多少非洲的 非洲的青年 她都冒著血與汗 幫你們開彩而成 你們怎可以追求這些東西 有沒有買給老婆 都要買的 非常好 是 我只是順便批判一下 駁一下吧 好嗎 B 我給你一次機會 B不是 C 2106卡 給你一次機會 C也不是 最後一次機會 對, 二船一是106卡 還是3106卡 根據你又看了這本書的推斷 你說是懸石 還沒經過後期收工 我猜應該是D D是多少 反應很大 不…等等… A A是多少 106卡 正確答案 D 3106卡 3106卡 可憐 鑽石這麼大卡 要多少非洲 非洲人的命換來 她是梅宇中發言的 好像沒甚麼 沒事了 對 你那顆多少卡?結婚那顆多少卡? 大約卡一半 對, 你看106卡會有多大呢? 106卡又會有多大呢? 對 有多大嗎? 對, 怎麼可能有的 116卡, 試試B B是1106 106 1106B, 最後答案 對, 最後答案 正確答案 Jama, 先發力上 非常好, 你開頭畫 一定沒有行過的 就是正確答案 就是D 3106 D 3106卡 一定沒有310 對不起, 非洲之星 她是鑽石的玄石 B, 1106卡 正確答案是D 3106卡 不要緊, 這題重不重也不要數 因為接下來的兩題 你答中了, 就有錢了 有多少? 100元 很厲害 回去工作, 外快也好 試吧 2106 為什麼? 當然是中間 非常好 正確答案是D 3106卡 100元, 還未有 對, 對 以下哪一種毛 是人體毛髮中的壽命最短 那看我看哪裡 你不看, 你看甚麼 我不看 你看就由弄死它 好… 即是一個人80歲 你弄死它, 根本都是短的 好… A, 頭髮 B, 腳底毛 C, 折毛 D, 眉毛 不過正路來說 以我的角度 應該是頭髮 正常人, 你跟地中海 那些就不算 不是說地中海 他們一定是短的 我覺得頭髮的速度是比較快的 但我覺得 你這條應該都是陷阱題的 應該是那些不容易察覺的 我覺得是D, 眉毛 眉毛 是, 就算跌了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不覺得它會跌 好的, 最後答案 D, 眉毛 正確答案是C, 折毛 丟你跟眉毛 折毛都會跌的嗎 你有沒有試過擦眼, 擦到眉毛出來 我試過, 但我沒有看過它跌的 你有沒有看過眉毛跌 我… 我不知道 你會擦眉毛嗎 我… 你擦眼多還是眉毛多 我丟 折毛和毛, 頭髮, 我很想選 你的方向多好 頭髮 確定 確定 為甚麼 為什麼經常脫頭髮 你只是洗頭脫頭髮而已 洗頭可能不關事 因為有些外來的東西 令它受惑 如果答案我改了, 不對 你會引導我 我會說眼睫毛 剛剛不是說眼睫毛嗎 對 眼睫毛 最後答案是C, 折毛 沒錯 正確答案是A, 頭髮 等一下… 好 喂 喂… 先說一次… 正確答案是C, 折毛 我是想幫你 我答案是想看你 反正… 是正確答案 正確答案, 有300元 不是… 現在可能有200元 數學多差 下次去問他 我看看能否屈到 折毛 這麼快 應該是吧 為甚麼 折毛有一個脫落期 頭髮的毛 你先說一答案 脫落期的折毛多久 不知道一個月或多少 毛很根深 波姐真的認識很多 你不要吵, 一定錯 喂… 正確答案是C, 折毛 是呀, 適合了嗎 他只有三至五個月的壽命 我的天 很厲害 他有100元 我的天 真的嗎 折毛 為甚麼 因為我看到折毛 很快 會不會經常擦眼 是嗎 應該不會是頭髮 所以你會弄死他 可能他很容易脫 那你拔頭也沒那麼容易脫 眼睛就脫了 你拔頭大一點還是眼睛大一點 拔頭大一點 拔頭大一點 好, 所以你推斷出的是折毛 是 好, 正確答案是對的 C, 折毛 100元… 好 折毛或頭髮 折毛吧… 折毛吧 好, 正確答案是對的 沒錯, 是C, 折毛 那我現在有多少錢 你現在有0元 但答中這題呢 不得了, 就會有… 豐富的獎金 100元也很豐富, 好嗎 來…快點… 最後一題, 動作題 最後一題, 你給我一題 這題答中有200元 好 即是再加100元 非常沒有的, 好嗎 動作題, 有意大利嗎 有 有吧 有 意大利的人說話, 你覺得有甚麼特點 會這樣 會說意大利文, 吃意大利粉 對 他們說了很多動作 好, 這些有甚麼好吃 這些有甚麼做甚麼 這些有很多 這樣意大利這樣才會解決甚麼 這是問題 不…純粹聊天 有病 但經常說人傻傻的 意大利這樣, 這個動作 你覺得是解決甚麼 這就是問題 意大利 不, 意大利… 即是有人說話時, 做這個動作 即是放在前面這樣 你覺得他解決甚麼動作 你會…有選擇嗎 你沒有選擇 我沒有選擇說 你真的猜猜嗎 這樣的時候 通常如果這樣說 就是… 我上次遇過這件事 即是我們澳門人會這樣說 澳門人也不會這樣 也不會, 即是大概的紀錄 好, 我給你選擇 好 A, 就是快點 B, 就是慢點 C, 就是等等 D, 就是開始 你去做一次, 你感受一下 你覺得哪一樣東西相似 開始 開始, 等會, 等會 你快點, 慢點 可能因為我們拍片 經常製片在後面叫我們快點 都是這樣 對, 但他是這樣 是你這樣 應該不是快點 慢點應該做慢點 不會那麼快 B, 慢點 慢點, 確定 為什麼 因為剛才你說的那三個 我們都會這樣 開始 開始 好, 再切 還有快點 快點 還有什麼 等等 慢點, 我覺得合理一點 我要選一個最沒可能的答案 最沒可能就是慢點 是 這個思維的邏輯是 即是根據我會善理的前提 你不要再在打遊戲 你弄得人手上轉答案 不是, 我就問你 你覺得是你的常理 我按照你的思維 你覺得我會善理水理 我按照你出題的思維 不想讓嘉賓贏錢的思維 你開始足夠了一點 我覺得可能開始 開始 快點 快點 慢點 等等 等等, 等等不會的 等等就是這樣 不是… 快點 快點 慢點 開始 開始 好, 所以你覺得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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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行…你開始太兇 這樣好像是 開始 好, 禮貌一點 是… 所以你的最後答案是 開始 即是D開始 是 正確答案是C 等等… 等等… 等等 等等… 等等… 帶來人 等等 開始 等一會 C等一會 等一會 好的 正確答案是C 等一會 為什麼你會想到等一會 我不知道 我等一會是最… 我不會想到等一會 因為C就是最不像 所以他當然最不像 慢點不是也不像嗎 慢點 我覺得快點 開始好像也挺像 慢點和快點 我覺得你作出來 是 你太了解我了, 好的 恭喜你 你贏得100元 恭喜… 好 我覺得好像是等等 似等等 好像跟時間似, 不是快點就等等 那你覺得是快點或等等 等等 好, 確定 正確答案是… C等一會 太好了 我的天 但是沒有錢 你答我覺得也可以 其實答三題 這題我答對了 只要兩把都可以 太好了 好嗎 好, 恭喜你, 阿元 D是… 開始 D, 開始 我覺得像是開始 好… 給你機會, 不是 C等一會 正確答案是… C 太好了 恭喜你, 成功 終於 雖然你幫我撇除了一個錯誤答案 總算… 終於出現也要付錢 好, 恭喜你… 謝謝… 謝謝… 所以你覺得是慢點 是 最後答案 沒錯 我給你一次機會 對, 你不要經常都這樣 給你一次機會, 你也不要嗎 很煩, 你的魔術師都是 對了…你要想想 猜中了林若寧 B 因為你不相信我贏你的200元 我給你一次機會, 你也堅持B 是 最後答案是… 是真的 真的嗎 我給你一次機會 我沒試過 在你答對的情況下 給你一次機會 很煩, 你不要動手 你出題吧 出題嗎 一個人平均一年會斬多少次 A 7、888萬4300次 B 564萬8300次 C 679萬3300次 還有D 903288次 你有沒有睡覺 睡覺就不斬慢 對, 人都睡覺睡覺不斬慢 就是B500多萬 為甚麼 因為睡覺就不斬慢 那為甚麼是500多萬 那豈不是很多 你的戶口有沒有500多萬 我沒有, 但我的斬慢沒回來 那豈不是很多 你沒有500多萬的人都會斬慢 有500多萬 我… 你現在又斬了3萬 我給你提示, 看你數是否厲害 人一天平均斬2萬次 2萬次乘3、8、6、5、3、6、7、7百多萬 你有沒有7百多萬的答案 A, 7、888萬4300次 不用說了, A 確定 沒錯 一天斬2萬次 我縮學不好 可不可以不要問縮學者 不過我照答A 好, 正確答案就是… A 200萬 你看, 你選500多萬 我都提你 你還要打擊我 你會否有500多萬 恭喜你… 多謝 下午我們再找那子 是的 你開始捉一下我們 對, 捉一下你的套路 下次就沒有那麼多提示 好 女人的直覺 下次就1000元 我今天… 做甚麼 發哥輸了100元 我不是輸的, 大哥 這樣不是輸的 送給我吧 那也要輸嗎 我送給你 好 好嗎? 挺好, 有學到東西 對, 我相信你會送給我的 不過… 做效果 對, 做效果 等等…